调剂的时候把这个螺丝两个可以松开的 调的高度刚好这个瓶子过去盖子挂到 它就可以 那现在演示一下换个挂盖头 这个有两个尺寸的 这个是小盖子 那那个大盖子的尺寸拿上来给它先看一下 然后松开这两颗螺丝就可以了 那你先把这个拿下来 对的吗 你松吧 不是你给它干的给它松掉 那边那个也松一点点就可以滑动了 你给它上下稍微滑一下这个意思 上下可以调整 那盖子里的拆掉 那更换一个 那我们先把挂盖子挂到 稍微滑一下就可以,高度是可以调整的 现在讲一下这个滑槽,有两组的,一带一小,有两组滑槽 滑槽的更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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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电眼是检测有没有盖子 滑槽的更换 滑槽的更换 松开这两颗螺丝同样也可以调整高度 整体可以调整高度 不用着急 现在拍更换滑道 对上以后直接两颗螺丝拧紧 你上下拉一下 大概这样 上下这个高度是可以调整的 调到合适的位置就好了 这个滑道都装好了以后 把这个电眼给它装上 那它中间这个还有一定的间隙 通过调整这边的手轮 调整到接口基本一致就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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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态